甘肃六个五位景区,你去过几个? 1.嘉玉关 嘉玉关文物景区位于嘉玉关市西部 河西走廊最狭窄的山谷中 与阳关、玉门关并称为河西山关 是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最西端的起点 也是古代西绸之路的交通要冲 素有天下第一雄关,边垂所跃的美誉 嘉玉关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 断断续续修筑了168年 方才达到如今的宏大规模 随着关城的建成 逐步废止了立朝一直使用的玉门关与阳关 嘉玉关成为了从西域前往中原地区的唯一法定路线 关城一山傍水 两座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 北年黑山悬壁长城 南街天下第一吨 西宁荒原大漠 东望七年山 由内城、外城、城豪和南北两一长城三道坊建组成 全场60多公里 形成了五里一岁、十里一吨、三十里一宝 一百里一城的军事防御体系 殷奇建筑宏伟、地势险耀、固若金汤 历来被称为走廊咽喉 河西第一爱口 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关爱 二、空铜山 空铜山风景名身区位于平梁市空铜区 西间六旁山、南伊观山 最高峰香山海拔2123米 是古丝绸之路西株关中的要塞 自古有西来第一山 绳锈甲观塞的美誉 空铜山是道教最早的发源地 被称为中华道教第一山 山中有许多大大小小或深或浅的石洞 与道家的空洞亲近之意契合 空铜山因而得名 相传宣人皇帝曾三次亲民空铜山 向道家先人广臣子请教治国之道养生之处 皇帝问道这一千古盛事 在庄子和史记中均有记载 宗牧王、秦始皇、汉母帝、唐太宗、 殷尊慕皇帝也曾登名空铜寻仙 司马迁、陆府、白居易、宁泽徐等文人默克也曾在此留下了大量的狮子歌赋 为其挥豪点赞 这里还是中国武术的发祥地之一 以风格独特的空铜武术持名华下 与少林、武当、峨眉、昆仑 并称为中国五大武术牛派 景区内风铃耸 幽谷纵横、寒冬遍布、怪事凝寻 既有北国之雄、又见南方之秀 被誉为隆东黄土高原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主要景点有温道宫、巨仙桥、上天梯、昌宋敏、太阳掌、梅声峰、谭真湖 3.麦基山 麦基山景区位于西黄古里天水市麦基区 是齐敏山脉的一座孤峰 高142米 因基山形奇特 远观库士农家麦杜尔德明 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 与敦煌墨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 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麦基山石窟始建于16国后勤时期 居近已有1600多年历史 经过历代开造修器 现存佛像7000多尊、壁划1000多平方米 分布在近200个洞窟里 形成了牙壁上的佛国 以精美绝伦的尼数艺术文明仪式 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陈列馆 无论是后勤的飙悍雄剑 北魏的袖骨倾向 还是北周的朱元玉润 隋唐的锋芒夸张、两宋的写诗求真 每一种美都有一种穿越时空之感 几乎涵盖了1000多年来 石窟艺术在各个时代中的特点和演编过程 是四大石窟中唯一一个十二朝无断带作品的石窟 4.明沙山、月牙泉 明沙山、月牙泉风景名声区位于九泉敦煌市陈南 古往近来以沙漠奇观铸成渔市 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月牙泉位于明沙山下 处在沙丘环抱之中 沙泉共处、造化天成 因习四亿温星月而得名 沿水南北长100米 东西宽约25米 沿水最深处5米 因为地势的特殊构胀 刮风时沙子不往山下走 而是往山上流动 所以月牙泉永远不会被沙子埋没 被誉为千古如旧的沙漠之眼 明沙山东西长40公里 南北宽约20公里 最高海拔1715米 山体由流沙堆积而沉 远远望去 沙丘高低起伏 微微壮观 游客从山底下滑时 会听到类似敲锣打鼓的响声 让人胆战心机又颇感刺激 明沙山因此得名 傍晚爬上明沙山 可以遥望远处到沙海和山下的月牙泉 还能在山顶上欣赏唯美的沙漠日落 感受大漠孤烟值 藏河落日圆的苍凉广阔 5.西彩丹峡 西彩丹峡风景区位于张叶市明泽县 是世界地质公园 国内唯一丹峡地貌 主要由七彩丹峡和冰沟丹峡两大部分组成 七彩丹峡仅需以色彩斑斓而出席 冰沟丹峡以雄显神奇而出称 放眼望去以沉沉叠叠叠 绵绵起伏的群山 仿佛用染料涂上了一层鲜艳的色彩 像火山喷发的自热火焰 是铺满大地山川的燕丽丝绸绸 城里交互的线条 色彩斑斓的色调 灿烂夺目的壮美画图 将麒麟山打扮的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展示出色弱沃丹 灿热名霞的奇妙风采 是一处令人震撼的丹峡景观 让人惊叹不已 以其色彩之缤纷 观赏性之强 面积之大 冠绝全球举世罕见 行走在这片丹峡地貌中 好像置身于年年不绝的美丽画卷中 又仿佛穿越了天地的界限 来到了纯真有趣多姿多彩的童话世界 在进行一场奇幻的神话剧女 6.丙宁寺 丙宁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区位于临夏州永靖县 主要由丙宁湖、黄河石林、丙宁寺石窟三大片区组成 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 丙宁湖是亚洲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利枢纽工程 刘家侠水电站的水库 拥有丙宁盛晋、大鱼治水、黄桃交汇等自然历史景观 被誉为黄河明珠、甘肃的海 黄河丙宁寺宁是一柱典型的进水丹峡地貌景观 上书语供片中有《大鱼导河》、《寺基石》、《治愈龙门》的记载 说的就是这处人间仙境 景区内千锋必利、万鹤纵横、苏百条之沟曲折蜿蜒 与形态各异的石峰共同组成了奇异的实名世界 比零寺石窟开创于十六国时期 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 主要由夏寺、上寺区和洞阁区三部分组成 其中以夏寺最为壮观 现存窟坎216个 各类账相800余尊 壁挂900多平方米 均匀分布在长200米、高60米的悬崖绝壁上 是一座气势磅礴的雕塑博物馆 与敦煌墨高窟、麦基山石窟 并称为甘肃三大石窟 这就是甘肃的六个五位景区啦 我是沫沫 大家记得关注 那下一期我们再一起聊一聊 临下的四个五位景区 拜拜 拜拜